说到极简主义 我们很难脱离这句名言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 当时我在理工学院学设计时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极简主义的概念 对我而言 它跟Wabi Sabi的感觉类似 极简主义对我来说 只是一种艺术或设计的审美 我有一些同学会在他们的设计中 运用到这种极简风 他们也很向往一些 极简主义的设计家 例如Villa Savoie的设计师 Le Corbusier Bronne的设计师 Dieter Rams 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 苹果前设计师 Johnny Ive 他们的作品与理念 都常常被当成极简设计的 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且我们也常常听到这句话 Less is more 可是当时的我并不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少就是少 少永远不会在我的眼里变成多 来得多也比来得少好 我根本不喜欢极简主义的概念 相反的 我还认为我是极多主义者 我喜欢春上龙的凌乱的艺术 我也很喜欢嘻哈 饶舌和炫富的文化 以及任何亮眼的东西 随着时间慢慢的流失 我们也会变老 也会变成熟 白头发都长了几根 而如今今天的我 看到以前的我 都觉得那些亮眼的东西很浮夸 像这样的极多主义的审美 也在我身上慢慢的退化 我也开始喜欢上极简与简单的美学 而在这时间段 这个词极简主义 只是我用来形容某些人的拍照风格 室内设计 时尚风格 或产品设计 我猜大多数的你们也应该会很喜欢 无印良品的极简家具吧 我自己也很喜欢 但我几乎不知道 极简主义也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直到机缘巧合下 我才发现了 Matt Di Bella的YouTube频道 和The Minimalist的Podcast 如果你们不认识他们 我就简单的来说 顾名思义 The Minimalist 翻译过来就是极简主义者 他们就常聊极简主义的概念与生活 我也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极简主义的概念 其实我在想啊 看视频的你们都大概知道极简主义是什么了吧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 而我也在这过程中认知 极简主义就是跟我们说 减少对事物的渴望 也不要太依赖物品带给我们的快乐 它也和断捨离息息相关 毕竟如今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的世界 但我们要什么就买什么 就如我以前的观念一样 越多越好 所以我应该能大胆的说 大多数的我们都活在一个被物质占领的环境 就像是我们刚好住进一个有一大堆东西的家 而不是有意义的拥有每个我们需要的物品 我们真的需要两双跑步鞋吗 真的需要堆积如山的衣服吗 这些都是我们能在断捨离的过程中问自己的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四周围 不然会发现我们的家有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能把它清除 我们也能把不必要的烦恼给清掉 这也给我们更多时间花在自己想做的东西 少了多余的事 多了有价值的时间 当我们能把家里不需要的东西大扫除后 我们也需要控制我们带回来的东西 不管它是免费的 礼物 或是因为我们的强迫购物障碍 我们都可以用极简主义来审核 该不该带回家 毕竟断捨离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我们也不会想在断捨离后 又把一大堆东西带回家 所以我们应该控制我们的购物习惯 这也能大大减少我们的不必要的开销 可是少即是多 并不是仅仅把我们的家或生活变得空荡荡 就是极简主义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极简主义当成一种工具 需要它的时候才拿出来用 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该做的 什么该收的 什么该丢的 但如果我们过于的奉献极简主义 把极简主义变得太过极端 它可能会进化成一个不是每个人能向往的生活 还有可能让我们更怨倦自己的生活 把我们的人生变得太过单调与平庸 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极简生活 我会建议你慢慢在断捨离的过程中 寻找着你自己觉得舒服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被哪一个视频或哪一个潮流影响 让你丢掉你不该丢的东西 我们常常以为极简主义就是白白干干净净的 可是我们常常把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忘了 那就是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当我们打算开始这极简生活时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意图 我们也要问自己 极简生活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它流行吗 还是因为我们想要在局不胜局的物件中 找到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而不是迷惘在一个消费主义的世界 我本身也想要用极简主义来改善我以前的购物习惯 以及我对物质的渴望 这就是我对极简主义的看法 极简主义又如何帮到我 那我们就在下期聊 今天就到这里 我会常常更新更多新的视频 所以希望你们能多多关注 在上两个视频 我发现很多小伙伴们都看过我的英文视频 也很支持我的中文视频 不管是在B站或YouTube 所以我都很感激你们的支持 我也会很努力的做更多新的视频 做中文视频对我来说 还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我的口齿不清 就多多包涵啦 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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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